那么剩下的这个光照是光照图 光照实陆视图呢 还有这个遮挡采解的视图 我们的那个优化的部分呢 会拖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自定义工作区 这个地方我已经刚才给大家演出过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把这个工作区呢 重新去布局 布局完了之后还可以保存 在这里面 这是它自带的工作区 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合适的 然后是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呢 然后下次启动的时候 这个工作区呢 就自动的 可以按照你保存的那个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详细来看一下这个导入资源 包括他们的一些格式 我这里有一个 已经做好的一个PDF 导入了 它知识的格式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知识的格式 FBX MDS 然后GXF 还有DAE的 可以支持 然后模型的尺寸呢 我们设置成标准的米 就是说在unity中呢 它的一个单位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transform这个主线下面 它有一个position的选项 就是下面这个SY和Z 然后这里面的E呢 代表的就是一米 所以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呢 要注意就是说 需要把它的模型的尺寸 首先设置成米 还有一个坐标朝向 这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DMX呢 和unity的坐标系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为了方便起来呢 需要在MX中 把它的坐标轴先调好 那么让它的坐标轴呢 是向前呢 就是正向前方 正向前方是Z轴的正向 正向前方是Z轴的正向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弧 这个弧这里 就是这个弧嘴的朝向 是Z轴的正向 就是正前方 然后右手 是X轴的正向 向上 就是头顶上 是Y轴的正向 这是Unity里面的 我们需要的这个这个坐标 所以我们在MX里面 需要这样做调整 需要调整的方式呢 就是调整 把物体的Z轴 指向物体的正上方 Y轴指向正上方 Z轴指向正前方 X轴指向默认的 X轴指向物体的左侧 所以这个在MX里面 是要把X轴指向左侧 然后导到Unity里面去呢 它就会变了 就会发生变化 它这个X轴会指向右侧 跟他们坐标系 是不一样的 要变一下 而且尤其是 你物体很多的时候 而且这些物体和物体之间 有关联的时候 就是有负质化很多层次很多的时候 这种坐标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 在旋转或者缩放的时候 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出现这个问题呢 也说不清楚 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说 可能是坐标轴 在变换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所以所有的坐标轴都要统一 然后呢 3DMarks导出的数据包含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位置旋转收放的节点 然后走点和名称呢 就将会被导入 但是呢 你不要使用中文名称 你不要使用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呢 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在发布之后 在编辑器里面运行的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发布成NVE 或者是其他的目标平台上的时候 它会出现 比如说 乱七八糟的问题 课的问题 你也解释不清楚 它很可能是由于 它们系统内部的一个编码造成的 然后还有导出的是 顶点可以导出顶点颜色 就是说我在Mars里面指定 这个网格上的顶点的颜色 然后还可以导出它的导线 一个或两个UV的集合 这是网格数据 可以导出网格数据 还有具有散射材质和银色的材质 具有散射文理和颜色的材质 多维子材质呢 它也可以被导进去 但是呢 会受到性能的影响 就是一个网格的多个产品 然后动画 在这个动画呢 我们需要注意它只支持这种 位移动画 不支持零点动画 然后还支持的是骨骼动画 我们去导出的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导出的电话框 然后呢 在Mars的2010以上的版本里面 它自载了这个FGX的导出 所以你不用下载插件 在之前的版本 比如说9.0或者8.0呢 你需要去这个 AutoDesk的网站下载这个FGX的插件 然后下完插件之后 安装之后才会有这个 在Mars里面才会有这个导出 FGX的这个选项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只需要按照它的这个导出的时候 这一个默认选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导出谷歌动画的这一块 导出谷歌动画呢 需要说的是 就是第一设置谷歌的结果 这个不用说了 如果说你们有做导出的是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这个制作流程 制作谷歌折构 使用FK或者IK来创建动画 然后我这里 我这里已经选中了FGX 然后这里呢 就直接的FGX导出动画 首先这几合体肯定是要选中的 但是平滑组 按需要 有的时候需要 有的时候不需要 选中平滑组之后呢 它会增加这个模型的数据量 然后动画 加了选项就是风肥动画 当然这个你们肯定是Mars的人 如果还熟了 你看这些这些概念 这是导出动画的时候要用到的 比如说我这个里面有一个动画 不常是从开始10针到第100针 不常是1 然后呢 需要做鸿灰动画 然后变形这个地方 但是 你用这个里面不支持这样的变形动画 然后摄影机和摄影机的灯光 这个不需要导出 所以它默认就没有了 然后高级选项单位 单位它自动是米 然后左转化 这个都不需要动 然后默认就可以了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有动画的时候 动画就需要选中烘焙动画 如果没有 你就把它取消掉就可以了 就是导出它键 然后选中完了之后就确定 然后它就可以保存一个FGX 然后这样这里给出了一个导出谷歌动画的流程 在Mars里面做出谷歌动画之后 那么需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Motion的一个插件 然后插件完了之后 就导出成一个FGX 然后进去之后 我们需要重新附一个纹理到根谷歌的材质上 然后我们独动看一下光照图的烘焙 光照图的烘焙是有要求的 在3DMarks里面不是有一个渲染到纹理 可以烘焙出光照图 然后我们需要把光照图公培到通道2的 通道2上 就是单独的一个通道 通道2上 通道2的一个光照图 然后第一个UV 第一个UV级主要用于主纹理 比如说这张桌子它是木头的一个木纹 然后它还有一个是光照的贴图 光照的贴图是用在第二个UV上的 就是通道2的UV上 那么材质必须为标本的材质 然后在这个出发光的这个桥里面 放的是光照图 所以我在这里 这个地方 第一层贴图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一层 然后这是第二层 发光 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 但是呢 你这个不能使用柯材质 不能使用柯材质 如果一个物体使用了柯材质的话 那么这个FBX不能认出来 不能认柯材质 然后你可以使用多个材质 就是说多维子材质 就是多个材质的内心 来设置两个部分 使用的是主纹理和光照贴图 都放在这个半设桥中 比如说这是ID1 ID2 然后第一个是主纹理 第二个是光照图纹理 那么你使用的多个 多个子材质ID的话呢 这个是不利于性能的 不利于性能优化的 看一下这里给出了在Mars里面 详细的一个光照图的制作过程 然后首先呢 我们需要使用两个这个UV展开 第一个展开呢 是通道1的 第一个展开主纹理使用通道1 那么光照图呢 使用通道2 这里有一个详细的流程 这个地方 这是通道1的 这是通道2的 UV展开 展开之后 给它们户完贴图之后 然后这是 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 把通道1的贴图展开 然后再展开通道2的 展开之后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Mars里面 进行打光烘培了 烘培的过程使用渲染照纹理 现在呢 文理呢 按照我们这个图的设置 首先呢 使用的是已经存在的通道 通道是通道2 然后输出到圆 输出到圆 下面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下面这个目标地方呢 选择的是光照图 光照图就是尺寸 256是256的 一般情况下呢 像光照图的制作呢 一般呢是256256就足够了 一般不会说出到1020×1024 因为光照图它只是一个 黑白的一个 一个线变的过渡 它不是需要那么精细 然后呢 烘培完了之后呢 在物体的材质面板中 将自发光的那个 将光照图付给自发光的这个槽 就在自发光那个槽里面 在这一图有一个自发光 然后这里是那个对应的贴图 然后给你确保这个UV的映射是2 UV的映射就是那个通道是2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光照图就可以正确的导入了 并且呢 使用的UV是正确的 像网格 就是我刚才那个模型 还有那个主纹理 还有光照图 统统导入到U内心里面去 然后呢 并且改变这个材质 改变这个地方的材质 就是一个材质球 它的组合器 带有光照图的一个扇转 然后带有一个 基本的文理 就是一个导入后 带有光照图 然后呢 将光照图直接拖进来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提示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Vray 或者什么的渲染器呢 得到更好的光照图的效果 因为它那个Vray啊 或者蒙尘率 使那个这个挡标线 更快一些 它的效果也更好一些 在光照图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我们出的时候呢 是1024x1024的图 当然这个也没有问题 可以放进去 但是呢 它占用的资源会很大 所以我们通常会去尝试着 使用512x512 或者是更小的 256x256的 当然这个是跟这个 模型的尺寸大小相关的 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波子 你就不能轰一张 这个32x32的一个光照图 给一个大一点的光照图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去 说在处理这个贴图大球的时候呢 比如说从1024x1024 放到这个128x128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去 用那个Hotoshop去缩放 而是要去重新轰一下 或者说在那个unit里面 去可以设置这个贴图的尺寸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用Hotoshop去改来之后呢 它这个边上的一个接缝的地方呢 会有明显的一个痕迹 这个是Totoshop里面 它那个自带的这个优化处理 导致的 然后呢 把表层的物体切开 然后呢 过去UV 这个这个就是 然后一个多个物体 可以使用同一张光照图 然后一个物体 要保证它有一个材质 那么为了优化考虑呢 那么离得很近的对象 比如说两张桌子挨得很近 然后我可以给它一个材质 就是一张图 或者一张图 一张图 一张光照图就可以了 连在一起 这里有烘焙 是相当于是烘焙的一个地方 怎么样去烘焙多个物体 还有就是多个物体 怎么样去共用一张光照图 当然这个共用光照图呢 这个需要我们手动去调UV 先把东道2的UV调好之后 然后再来烘焙 通常情况下呢 未来 大多数像我们 肯定你们也不会去手动去调这个UV操作 手动去来调这个一个模型的UV 因为这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出于性能的考虑呢 像我们一般有的时候 都是需要去手动去不UV 把UV不好 然后才会去调 当然这样是比较麻烦 所以性能上会 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是场景里的一个模型 这个它也是3D Park做的 然后在点中它之后 在属性面板下面就出现了 前面这几个我们不关心它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这是这个对象的属性 在这个对象的上面呢 它有两个材质 两个材质分别使用的 就是一个带有光照图的 下面带有光照图的这个 散射的材质 等中了这个之后呢 下面会出现两个贴图套 第一个呢使用的是通道1的UV 第二个使用通道2的UV 通道2的UV上放的就是光照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在使用了光照图之后呢 我的场景里面有加这个动态的光源 它会有展现这个阴影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边缘上 边缘上很清楚 它只能稍微离眼的 离眼看的时候可以 它离近看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光照图的程度 程度比较小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对象 选中这个对象之后呢 可以在这个贴图 这个财经的这个贴图条上 点这个贴图 点这个贴图之后呢 它在这个工程式图里面 就会导航到使用的这个贴图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贴图条 使用的是 就是说它自带的这个纹理 现在使用的是512乘512 然后再看这个光照图 现在使用的是 只剩在这里显示出来了 128乘128的 就是128乘128的 因为它相对比较小 所以在这个边缘上 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的操作是这样的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尺寸 128然后调整一下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 我这个贴图呢 必须是512乘512的 或者是 反正你要比128乘128要大 所以说原来是 本身做的图就是128乘128的 然后你要把它在这个地方 改成512乘12的 它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原始图 因为那个尺寸就比较小 那么炒出的过程呢 刚才大家看到 就是导进来之后呢 我需要在这个地方 改变它的这个 投射器 选择这个下面 当然这上面这几个 这五个都是在有 工作图的投射器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选择这个 选择它之后呢 就会出现两个贴图槽 然后把它拖拽进去 把这个光照图 拖在这第二个槽上 图文体在第一个槽上 让它这个模型就 完整地显示出来 这个是鼓文体 这个是光照图 然后这些呢 它为了就是 我们看一下 其中的一个 鼓文体的 这节省性能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图呢 都在Mars 都在Photoshop里面处理过 然后在Mars里面 需要把这个 这是一个发动机的 需要在Mars里面 把这些UV呢 都处理好 全部用手动展开 展开之后呢 通道1和通道2 都需要手动展开 然后呢 就是说基本上 就是一张 一个对象 看这也是一个对象 两张图 一个是主文体 一个是光照图 当然这个是比较耗费工作量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去说手动展 都是有的时候会自动展 在Mars里面 自动自动展开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资源的导入 然后呢 在突然导入过程中 我们会有一个 属性面板的选招 那么在属性面板呢 显示的是 当前选中对象的 一个详细信息 包括呢 这个它上面的组件 当然这个组件呢 是等会我们会讲的 组件跟这个游戏物体 是什么关系 组件呢 主要是实现功能 游戏物体 只是一个载体 在属性面板里面呢 可以点它的一个 加号 这个 现在我们看一下 属性面板 点一个 这个地方呢 这地方就是它的属性 首先呢 这个名称 属性名称 属性名和这个 那个属性图里面 这个物体的名字是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 然后后面有一个勾选项 静态的 所谓静态呢 是 就是说处于优化考虑 我们需要确定 这个物体的场景 是不是需要移动 如果不需要移动的话 我们就勾选它为静态 然后在发布的时候 unit就是啊 你这个东西就 从来就没动 然后就会做一些优化操作 然后下面有标签 还有存 那个 这个标签呢 下面可以有 有很多种 还可以添加标签 比如说添加的标签 下面就出现了 这个我刚才新建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那种是什么呢 是用来我们在程序中 去快速地找到这个对象 比如说我给这个对象 设置了一个标签 是这个 然后呢 我在程序中呢 可以去用一个函数 来去找到这个标签物件 当然你也可以给多个物件 这样的标签 那找到时候 就是会找到多个这样的路 你会去选中 对这个物件进行操作 然后后面有一个层 那概念 那概念刚才我已经说到 在这个层里面呢 我们可以指定这个物件 是一些特别的层 什么就是发布的时候的层呢 或者是 另一个层 这些层呢 也是需要在程序里面去控制 比如说 我有两个 简单的说呢 比如说我有两个对象 这两个对象呢 在这个场景中呢 可能会发生碰撞 然后呢 在这个碰撞呢 我们需要去设定它 这个碰撞 这个层 A层和B层之间的对象 不会发生碰撞 或者A层和C层之间的对象呢 他们发生碰撞 但是不发出事件 这都是可以设置的 所以层的作用就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对象 Transform Transform 上面呢 上面刚才我讲到的这块呢 这是这个游戏物体 自带的层性 他们的名声 他们的层 还有他们的一个标签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主件 主件呢 第一个主件是Transform Transform主件 Transform主件呢 是每一个游戏物体 都有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新建一个对象 新建一个空的 这个空物体上面 可以看到 它有的主件在这里 一个是游戏物体 这是名称 然后是不是静态的 然后呢 这个标签 层 然后Transform Transform是每一个游戏物体 必须有的 它代表的是基础信息 包含的是位置信息 旋转信息 还有缩放信息 这是每一个 每一个 只要你新建一个 它上面都有的 这是一个主件 你加上主件之后呢 看到它右边 有两个小的按钮 这个是帮助 点击它的话 它会弹出这个帮助 这是在本机上的帮助 然后后面 有这几个重置 还有这个移除主件 当然这个 这个因为双方的主件 是自带的 所以我们不能移除它 我们可以给它 另外一个主件 就是添加一个主件 它一个物理的主件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右侧的 这个形象上显示它 然后可以移除主件 这主件移除掉 这是这个 在层次制度里面 这个对象的 这个主件面板 然后呢 更为复杂的是 后面这个 工程制度里面 所有的这些资源 的主件面板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从刚才 我们说的资源 那里看 常有贴图 这是一个贴图 这是一个车的模型 从贴图开始看 然后这是贴图的 手机面板 我们把它拉出来 它拉下去 默认的手机面板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导进去的贴图 导进去的贴图 然后在这里点它的时候 右边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修改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反走样的等级 反走样等级 越往后 它的反走样的 那个力度就越大 然后就有一个贴图的 过滤模式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选择第二个 这叫二次的 这是三次的 然后这是顶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同的贴图 导进去之后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是过滤模式 我们可以看这个贴图 这个时候呢 它就没有一个 就是优化的招作 点就是点 就是像素点 全部都是像素点 对方 你不要看这里 全是像素点 包括这里 然后你再改 二次的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渐变的过度 它会有一个过度 并不是那么就是 明显 它会有一个模糊的处理 然后三次 点点的时候 然后这是这个 然后这有一个贴图的导入器 就是纹理的导入器 纹理导入器呢 我们选择这个贴图的 贴图的一默认情况下呢 就是纹理 那么我们可以改变它 它就下面有这么个选项 如果你是光照图 就是发现图的话 如果是发现图 你就选第二个选项 如果你这张贴图 是用于GUI的 那么你就选GUI 然后呢 如果是用于这个 叫这个就是 像这种红面的 或者镜面的反射 就需要用到这个 然后这个是 这个东西呢 在做投影的时候 会用到 要把我们认识一下 然后是不是光照图 如果是光照图的话 就选这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这个高级 因为高级里面 包含了上面 所有的选项 看一下这个高级 这个选项比较多 然后第一 这个选项 是不是要生成 这个2的密次方 因为在那个 对于显卡来讲呢 我们处理贴图的时候 一般都会处理成 一个2的密次方 显卡它会自动的 把这个贴图 比如说你 可能是30乘30的一张贴图 显卡会自动的 把它扩展到 32乘32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需要耗时间的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贴图处理呢 所以大多数都已经时间处理好 把它处理是2的密次 比如说32乘16的 16乘256的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决策 这个是如果 你是不是要产生一个 科文卖普 这个科文卖普用到的 主要是像天空核 像我们类型的东西在里面 它里面有个干什么的 比如说一个球形的映射 球形映射 一个柱状体的映射 还有这个简单的球体 等等的 一系列的 然后呢 读写 使用读写 一般来讲呢 我们只是读 读这张贴图 然后在程序里面呢 可以去把 往这个贴图里面写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贴图的 某一个像素 我需要用程序去改变它 那么你就需要在这个里面去 使用它 比如说读写的其中 然后呢 这个 生成一张alpha 生成一张alpha的贴图 可以多一点 它可以自动生成一张alpha的 这个图 还有alpha通道 alpha通道就有了 把它取消掉 然后这个alpha通道 就没有 它会 比如说有些时候 我们这个在做图的时候 它没有在alpha通道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呢 在程序里面 自动的为它 生成一个alpha通道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显示的这张图呢 alpha通道 点差的时候呢 这个显示的就是alpha通道 然后下面这个选项 都选了之后呢 就会生成一个按照 我们刚才已经显示过了 这个是多极的贴图 就会生成一个多极的贴图 使用近大远小的位置方式 把这个贴图汇制到 标对象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消失的冷静 我还是看一下 刚才那个路面 然后看一下那路面的处理 这样的话 比较明显 感谢观看 生成一个这个多极的贴图 然后多极贴图呢 它是有选项的 生成之后呢 这个多极贴图的远处 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我这里有一个 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 消失的 在这个拖放 然后呢 是为了取得优化的效果 比如说远处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贴图 比如说近处的时候 小圈的地方 它就已经用了较小的贴图 就是说它这个 拖放这个的目的呢 是为了设置 它这个每一个等级 在距离左远的时候 会显示出来 我们需要看 就合理的调整这个选项 来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效果 优化的 然后呢 这有一个包裹的模式 这里是重复贴 大多数时候呢 我们的UV呢 它是一个 需要是一个循环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还是使用循环 它跟Max里面的UV 是有关系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使用这个循环 比如说我们在天宫盒 处理天宫盒的贴图的时候呢 就必须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过去模式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二次电进过滤 下面呢 是贴图的大小 我们可以呢 在那个3D Max或者是Fotoshop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一张小大的贴图 就是做模型的手机 就是512乘512的 然后在Unity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循环处理 把它变小 然后说原来这张图是 原来这张图呢 是512乘512的 我现在把它说到成256 这样的话呢 它占用的这个 数据量就比较小 然后打包之后 它的整个占用的 在瓷板上占用的空间也比较小 但是呢 你要考虑这个性能 说这个可见度 比如说这个现在就是32乘32 然后它就明明是不能被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给它调整 调大 它就调到128乘128 或者就调到256乘256 然后格式 格式后面就有很多种 然后是不是选择 其实一般来说就是默认就可以了 自动压缩什么RGB的这个 如果你没有阿尔法通道 你可以选择RGB 你没任何一个东西 它会选择这个通道 在用的数据 就是说没有通道的时候 我只要RGB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一个贴图的属性 然后呢 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这个网 保住的模型 这是一个车的模型 然后这个车的模型呢 它的导入选项跟那个文理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 第一个选项是做放值 那么做放值是1 我们这里设置是1 因为在max里面 我们做的是1比1的 做出来的 那么你们打开这个Unity里面 在导入一个模型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默认是0.01 一般来说需要把它改成1 手工的把它改成1 然后呢 第二个选项 是不是要启用这个文理的压缩 然后默认是关闭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 这里有一个低压缩度 还有中极加中枕的压缩度 还有一个高级的 高 比较高的压缩度 当然你压缩度越高 它就那个数据的损失量就越大 这是必然的 对吧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选择关闭 尤其是大家在做什么VR呀 所以这些方面 都会要选择把它关闭掉 然后后面有个优化网 这是优化处理的 然后呢 生成碰撞器 生成碰撞器这个选项呢 基本上就是处于 在物理的那一块 我们会讲到这个生成碰撞器 就是说这个 网格导进优静器里面去呢 它不会自动的 和其他的物体发生碰撞 如果说你要让它 想到它自动的 和其他物体发生碰撞的时候呢 需要偷显这个想象 然后呢 这个是交换UV 交换UV呢 就是把通道一和通道二的 那个UV啊 它们手中的去换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它 是因为我们在 烘焙处理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就需要交换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正确 然后这个生成 这个光照图的UV呢 它是Unity里面自带的 当我们在使用到这个 Unity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今天说到的这个 光照图试图来进行场景 工赔的时候要用到 它会自动的对这个模型上的 那个光照图的UV呢 做一个生成 生成之后呢 有了UV你才能去 在这个Unity里面进行 工赔 然后下面呢 这是法线和切线 法线 一般来讲呢 我们这个法线呢 在Mux里面 都已经有自带 去法线 那么 正对着我的那个面呢 就可以看可见 法线正对着我 我就可见 法线要是没有朝向我 我就看不见这个面 然后我们通过 从Mux里面 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然后当然它可以自动计算 可以自动计算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切线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认为 这个只要有法线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切线也是非常重要的 切线是用在什么时候呢 切线是用在 我们在有 这个模型上 有这个凹珠贴图 就是法线贴图的时候 有光照进行的时候 使用这个 要使用这个切线 必须要有切线 然后默认的时候 是自动计算 然后要把这个切线 分离出来 当然这个 就比较深入的 这个切线分离呢 是指的是 就是说我们在 同一个 同一个 同一个点上 比如说这个点 存在两个面上 这个时候呢 它有两个切线 你需要把它分离开 就是说这个点 有两个切线 这个过程 然后呢 材质 材质的导入呢 使用默认选项 就是直接导入 材质就可以了 材质名称呢 材质名称有三个 就是说 根据贴图的 名称来命名 或者是说 从这个 模型的材质里面 来命名 或者是模型名 加上这个 材质 材质 就是模型的材质 这样的命名方式 来命名 就可以了 这个材质的搜索 就是向上地规 或者是怎么知道的 搜索方式 就是本地的 一般来讲是 就是说 按照这个方式就可以了 它会在本地 比如说这个 A3的 这是A3的这个 MVX文件 在这里 然后呢 这是自动 生成的这个材质 材质文件夹 比如说这个汽车 他们的 所有的材质 都会放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那么它的搜索方式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在这个文件夹 里面进行搜索 然后接下来呢 是这个动画 导入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 如果说这个模型上 是我们在MVX里面 做的动画 然后呢 它生成的时候 是放在哪个地方 这里是存储在根上面 这里有四个选项 一个是不存储 一个是存储在原始根 一个是存储在节点上 然后一个是存储在根上 这两个存储在节点上呢 比如说 我这个A3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有很多对象 那么我每一个对象上呢 可能都有动画 所以呢 我们在导入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在导入的时候 就需要去选择 导入的时候呢 就需要给它一个 在这地方选择 存储在根节点上 存储在节点上 这样呢 它每个节点上 都有一个动画的主件 然后才能控制 每一个节点的正常运动 然后这里有存储在原始根上 所谓存储在原始根上的时候呢 就是说 在Max里面 我们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下面 有很多子物体 然后这个 整个下面这块做动画 然后我就把整个动画呢 放在这个 存储在这个Max里面的 这个根上的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上面有一个 存储在根上 所谓这个存储在根上呢 是指的是 我们在导入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A3 在导入的时候呢 这个Unity会自动的 为它去创建一个 跟对象 当然它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上面只放置了一个 它的动画 那么大部分时候呢 你做那个 比如说打比方 做那个设备拆装的时候 比如说设备拆装 它里面有可能 有很多层次的关系 很多层次的关系 当然你可以在里面 做动画 然后呢 这里面的选项 一般来讲呢 就是存储在根上面 然后你点击播放的时候 它的零件 就一个一个一个 就拆开了 因为零件 就相当于是节点 然后再看这个 动画的包裹方式 动画的包裹方式 是默认是缺省的 当然你有很多种 它只播放一次 或者是循环 或者是来回播放 或者是播放完了之后 就进去 就是这个形象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个 动画的 动画的压缩 是不是要对它进行压缩 这种 分压缩 压缩方式 一般来讲 我们是不需要去压缩 这个动画的 然后如果说 再有一个选项 就是这里有一个分离动画 当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 比如说我做一个人物 假如我做一个角色 它有行走 跑 跳 还有站在那里 不动的时候的一个 比如在机的状态 还有好几个动画 我们可以把这好几个动画 拖在一个mark文件里面去 然后就说一个时间线 有可能很长 比如说200帧的时间线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进行拆分 这个地方是 就是站在那里 不动的时候的动画 比如说我设计 一到二十五帧 然后呢 包裹方式 那一般是循环 然后这是第一个动画 然后呢 行走的 行走动画 接下来是从 刚才是一到二十五 现在是从 比如说二十六到 一百帧 是行走动画 当然这个需要跟 这个建模的人员去沟通 你得告诉他 所以你得问他们 就是程序得问建模的 说你这八十六到一百 人之间是什么动画 然后你就走 然后你就走 整个这样 整个就是把一个动画 分成多个动画来处理的 这是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要在程序里面去控制它 比如说人在那里不动的时候 你就播放第一个动画 然后人走的时候 播放第二个 比如说跳的时候 播放第三个动画 就这样去处理 就是这个方式 然后这是这个模型的 这个 手机面板的一些 这个形象 这个比较多 大家可能需要在下面 去正式导入的时候 可能要去试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是音频 音频 点击音频之后呢 它会出来 在这个这有一个属性面板 在这个导入的选项 那么这里有一个预览 然后呢 这里是不是要随环播放 我们看一下 逐一看一下这个 前面这个选项是不能改的 就是自动的 有些就是说 这个格式不对 这个格式像是可以的 音频的格式 这是Wav 然后呢 它是不是3D音效 3D音效呢 就是在三维场景里面 生成那种立体声的效果 比如说你可以听见啊 这个东西在解册 可以完全的听见 这个这个东西 在相机的解册 或者在相机的右手 是立体声 如果你不勾选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2D音效 它就一直在 一直想着 你分不清楚 它在哪里 就一直在想 然后这里是不是需要 尝试它为单通道 就是我现在是两个通道 在这里 通道1和通道2 它是生成立体声的 然后我们又给它强制成 单通道的 然后就成一个通道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占用的数据量 就比较小 还有一个是 加载的类型 那么它的加载类型呢 是指的就是说 我是要 在使用到它的时候 再去从词盘上读呢 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它加载到类存里面 那么默认的选项就是 直接加载到类存里面 然后第二个选项呢 是用到的时候 再从词盘上去读取 就是流逝的 从词盘上读取 下面这两个选项 它是自动的去设置 咱们不用管它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压缩比 我们需要可以设置 它的压缩比 这样它的尺寸呢 就会变小 我们可以看到 原始的大小是25 28 28.2KB 然后你把它压缩 你拉住到这个程度了 28.2KB 找到了音频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使用音频的 什么时候是使用的是 WAV的 就是刚才我看到的这个 WAV 然后放进来这种选项 都是可选项 其他的选项 其他的 其他的格式呢 比如说像MP3啊 这种的很多选项 是不可以选的 就是这个选项可以选的 就是这个 这是属性面板 这个地方呢 提到了一个值和引用属性 那么引用的参考 是引用对象的属性 比如说是游戏对象 之间或者资源呢 就是引用属性 属性呢 通常都是数字 可以被编辑的 我们来看一个 这里面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在这个 我这个游戏物体里面 是GameControl的 这是游戏的游戏控制器 然后在这个 它的属性里面呢 我有一个主件 叫游戏控制器的主件 它里面有脚本 这个是脚本 引用的脚本 然后这里有一个电量 我看一下 我可以修改它 点开之后可以修改 等等 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然后这个变量呢 我们是不能修改的 但是选中它之后呢 你会看到 在层次试图里面 它会指向了这个 MingCamera 就是指向了这个对象 这是两种类型的 两种类型的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 叫做直引用 直属性 就是直 它就是一个数值 你可以改变它 然后这个呢 是引用属性 这个 这个是引用属性 就是引用了这个层次里面的 一个对象 当然我可以通过这种 拖拽的方式 选中它 然后拖拽来改变它 改变到这 它就变了 还有这里 这都是引用属性 都是 那么引用属性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比如说我 两个 两个对象 需要交互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通过 当前我选中的这个对象 当前选中的这个对象 当前选中的这个对象 去控制其他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引用属性 点击它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组件里面 有很多引用的属性 我可以在这个脚本里面控制 这个 比如说控制这个相机的位置 控制 这个 这个音频的播放 还有视频的播放 等等的 心理的控制 都是通过这种 交叉引用的方式来进行的 直属性呢 就是数值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初始值 就是说初始的游戏状态 是暂停 还是播放 还是停止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呢 上面这个选项 就在上面这里 这里有一个 加速 就是说我选中之后 可以对它进行加速 就选中了 当前选中的 是给你评中了 属性 然后对它进行加速 加速之后呢 我选其他的对象的时候呢 属性面本的属性 就不会变化 它一直都是这个物体的属性 再把它解开 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Loma 默认的是Loma 然后有一个Tipbug 调试模式 统通模式和调试模式 调试模式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在调试模式的时候 下面多出来几个 几个值 在这个途径件上面 多出来一个 这个是一个 隐藏的变量 用Noma的时候就没有了 用Debug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因为我这个脚本里面 你打算看一下 在这个脚本里面呢 我使用CShop写的脚本 里面有变量的 它那个访问范围 是公有的 还是私有的造成的 过程情况下呢 只有公有的对象 就是公有的属性 它会出现在这边 这个面板里面 私有的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呢 我改变了它的显示模式 比如说是Debug模式的话 它那个私有的 也会显示出来 如果是灰色的 就是微博499 然后它里面有私有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有的变量 公有的 所有公有的变量 都会显示在这边这个面板里面 然后默认的时候呢 我们默认的时候是Noma 然后那个私有的变量 就不会显示出来 然后只有公有的变量 选择Debug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私有变量 也会显示出来了 这主要是用于调试的时候 直属性呢 通常是不引用任何东西 它就是一个数值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数值 比如说012345 就是这样的数值 然后呢 数字 开关 颜色 周创 都可以是这样的直属性 可以给它指定 然后呢 引用属性呢 所谓的引用属性 就是我刚才看到的 可以引用去其他对象 其他对象上面的一些 包括这里的 比如说这个其他对象 有一个音频播放器 就是这样的 引用过来 相互操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 这个控制台 Bug的消息 那么控制台主要是用来显示 游戏的这个消息 就是高 错误或者潮水输出的 我们这里兴建一个工程 来看一下这个 三张程度的 创建一个空的工程 创建完了之后呢 现在 在我机器上使用的是 VS569 那你们的机器上 可能也使用VS 或者是其他的 不用的 其他的工程 在这个地方进行设置 在这个首选项 这一栏里面 可以进行设置 拓展工具 拓展工具里面 可以指定外部的脚本边境器 我这里指定的是 VS5692010 当然可以使用自带的 这个网络里面 这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 新建完一个工程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个设置 这个下达菜单里面 选最后一项 然后 移入到这个 Modal Devils的工程 这样呢 它就会在这个 设置目中下呢 给我们生成一个 VS569的一个 VS569的一个工程文件 好 这里就生成出来了 这是解决方案 谢谢 这样就打开了在vf6里面就可以打开它 然后呢 展开看一下 直接方案试图 这是我刚才新建的那个脚本 这是自然文件杂 新建的脚本 跟这个游泳体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像这样这是第1个初始的脚本 我们在这个脚本里面呢 很简单 一个调整机 刚才已经说了第2点 然后这样这个脚本就编写完成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 出出hello我的这个试图 这个时候呢 我们脚本是写完了 但是这个时候它还不能运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 没有把它没有把它放到这个试试图里面去 没有在游戏游戏这个里面这些起作用 所以我们需要新做一个 游戏物体 创建一个空档 然后这里我给它改一个比较易懂的名字 改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脚本 我把这个选中这个游戏物体 选中游戏物体之后呢 在这个工程式图里面 按住左键 拖转 拖转到这个地方 拖转到这个游戏物体上 然后松开左键 然后这样这个脚本就附加到这个游戏物体上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运行的时候 这个脚本才能起作用 运行 好 这里这个地方就输出了一个Hello World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看一下这个属性 先输出之后 刚才我们讲到有一个属性和引用属性 我们定义另外两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一个直属性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硬成型的 然后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切换到united 这个时候呢 这个脚本的脚本主件 这个下面就变化了 这个地方就多出来一个公式的变量 我们可以使用鼠标来拖转 鼠标拖转来改变它 改变它的值 当然这里没有任何用途 它只是一个改变 然后呢 为了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给它一个属性 就是一个引用属性 我说的引用属性 比如说Transform Transform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Transform是每一个游戏物上 都支带的一个主件 那直接引用的时候呢 就直接Transform 然后呢 我给它一个变量 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再切换到united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又出现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target 然后需要的变量的形式Transform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先把这个场景视图 我需要在这个场景视图里面 新建一个对象 简单新建一个 Cube 好 这个Cube 放在这儿了 然后呢 我需要去 我需要让这个 我刚才让这个东西 让这个变量来控制这个Cube的移动 那么我们主要做的操作就是把这个Cube 拖载到 变量的这个 这个这个组件的这个变量上面 然后封干手标锁锁键 然后这样呢 这个引用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脚本来控制这个Cube的一些属性 我们来试试一下 在Transform里面 比如说 我们这个 我们把它的target的position的Y值 Y值 然后X Y的值 Y的值 让它使用这个C的值 然后我们需要去调整这个相机的位置 调整相机位置 有一个简单的话 就是我在这里面 调整一个相机的角度之后呢 选中这个主相机 然后在这里面 有一个被提到 被提到视图 这样的话呢 我在邮寄屋室里面看到对象 跟我现在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在邮寄屋室里面 运行的时候 开一个处理日明 然后我在这里面可以拖着上 就可以改变 然后停止它的时候 这个值又恢复到原始状态了 然后这是它Unity的一个设置 就是说我在调试的时候 我运行状态下 我去修改这个数值 我现在修改到 修改到-7的时候 它这个比较下面 然后停止的时候 我一旦停止运行 这个值就会恢复到处置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在 可以在在那个布局的过程中呢 就是调试成绩的过程中呢 我们在运行模式下 对这个值进行修正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 这个单 这个值是我想要的结果 然后呢 我给它停掉 然后再需要在这个 停止模式下 把这个值变成单 然后你在运行的时候 它就在这个值的位置上 这是这个需要注意的 很多时候 那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去处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习惯于 在这个播放模式上 调整这个值 调整完了之后 这个一停止之后 它又回复到原型状态 就是它是unit里面 自动设置的 这个都没有关系 那么控制台的输出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步骤呢 是这边有一个最右边 最右边可以看到 是一个打开这个编辑器的 这个log 在这里面有很多 那么这个文件 什么时候用到呢 就是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发布成最终目标平台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它 用到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用于优化 比如说你发布了之后呢 它所有的这个使用的数据 都会在这个文本文件里面 进行记录 比如说这个贴图 用到哪一张贴图 贴图是多大 用到哪个音频 哪个音频是多大 然后你看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你会对它们进行 有一个认识说 这张贴图可能太大了 这张一张贴图可能占了三次兆 那么我就需要 对这张贴图进行优化 然后其他的一些呢 就是我们在调整这个模型的位置啊 或者说是这个一些电量 比如说这个地方还有输出 好了 Word的输出等等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调制信息 都在这里面会出现 这是这个控制台 然后呢输出控制台呢 它有好几个方法 刚才我使用到的这个方法呢 是一个debug的log的方法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帮助文件里面 它们会有好几种方法 在这个使用帮助文件的方式呢 是在这个help里面的这个 这是有三个 三个 根据你的使用的不同 你可以打开其中任何一个 第一个呢 是操作手册 第二个是呢 组件的引用参考 所谓组件的引用参考呢 是指的是 讲解的是这个里面 这个菜单下面的所有的 这么多成像 它会一一的去讲解 每一个都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看到的是 脚本的引用 打开之后 我找到刚才那个 我用到的那个debug的内 然后内下面的输出到控制台 有三个数 三个数项 这里看到 输出到控制台 这是记录消息到unit的控制台 这是第一个 刚才我用到的 第二个也是一样的 记录一个错误消息 第三个是记录一个警告消息 它们的区别呢 只是说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图标显示上面 有不同 在这里有不同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这个 错误啊 或者是清除 这些的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这个功能 这里就是一个标签的操作 是最大坏 还是关闭 主要的是用在我们逃逝的过程中 要输出的时候 这个像场景中添加资源 刚才我们已经就是说已经演示过了 那么只需要从这个工程式图里面拖拽一个东西 放到这个层次式图里面 或者直接放到场景里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只需要拖拽就行了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网格还有纹理 贴图还有纹理 还有那个什么音频的主性呢 都需要放到一个空的物体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 常用之间自然之间的关系 那么纹理呢 就是一张贴图呢 它会被放到一个材质图上 然后呢材质被放到呢 这个游戏物体上 也就是我们的游戏对象上 但是这个游戏对象上呢 不是带有网格 能够渲染出来的网格 然后呢动画 动画被放到这个游戏物体上 但是它需要带有动画的主件 那么声音也是被放到游戏物体上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游戏物体和其他自然关系 其实就是说游戏物体呢 非常非常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来讲 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一个盒子 空盒子 然后其他的就是其他的资源 包括视频材质声音动画 这些都是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把它把它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盒子里面去 那么这个盒子就具有了一定的功能 然后我们看这个预设 现在呢我在这个场景里面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BOX 然后这个BOX呢 我们为了有的时候 可能需要放多个BOX 我可以用复制的复制 然后把它复制出来好多 然后呢它有复制的快捷键是Ctrl T 然后可以选中 按住shift在这个程序里面选择选 择选完了之后呢 再按很多D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场景里面 有这么多BOX 我程序的 比如说根据需求 或者怎么知道的 我同时需要修改 这所有的BOX 该怎么修改它 当然你可以多选来修改 多选来修改这些属性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 是做一个预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设 是怎么做 然后新建一个 然后简单的拖在其中一个对象 拖在其中一个Cube 到这里面来 好它就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就是一个预设 我们看一下这个预设上面 都包含了什么东西 一个预览的图 还有那个 这个Cube的一个网核渲染 还有一个通装器 还有一个渲染器 网核渲染器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的Cube 就变成蓝颜色了 变成蓝颜色了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预设 已经成为一个预设了 然后这个时候复制后来的全是蓝颜色 那么蓝颜色代表的是说 这个对象和一个预设有关联 和其中一个预设有关联 然后呢 我要修改的所有这个物体 比如说所有的这些物体上呢 我需要检查 然后去修改 整个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的其中一个主件去掉 移除掉其中一个主件 就是预设的一个主件 移除掉之后呢 看一下 然后它对应的 所有的物体上的那个主件 都被移除掉了 在这边 当然我也可以添加 又添加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主件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 这是组于修改的方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局部的对它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只想修改其中一个 那么你就选中它 然后它进行提放 比如说我现在缩放了一个 缩放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物体的缩放的理想程度比较好 然后我想其他的对象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 其他对象都有 就跟这个相同的一些属性的话呢 我就要选中它 然后在这个选项上面 选这个 然后呢 这个配的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对象 把这个对象 作为一个预设 来替换原来那个预设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预设呢 是使用的是这个对象 那么其他的 使用这个预设的对象 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还有外观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 通过它呢 通过选中这个对象 来选择到我现在使用的这个预设 在这个预设上做修改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去调整它 在这个调整的时候所有的都会变 这是调整的是缩号 按住鼠标的左键 然后点这个XYZ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设的操作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预设的概念 预设呢 可以预设呢 指的是就是说可以在场景里面重用的一个对象 它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 你常用的一些脚本啊 组件啊 或者是其他对象的一个集合 然后在场景里面不停的去重复使用它 那么只要 如果说你一旦要对这所有的对象进行修改 就是要修改预设就可以 把这个预设一修改之后呢 场景里面跟这个预设相关的对象呢 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创建预设的过程 我使用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 那么给官方给出的创建方式是这样的 首先呢 选中这个选一个文件夹 就是我要把这个预设放在那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点击右键 出来创建的第一张菜单上面有一个预设 预设出来了之后呢 给预设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这个名字 现在这个两个有区别 一个是蓝颜色的一个是白色的 白色的这个图标呢 指的是它是一个空的预设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填充内容 选中内容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东西 就是说从这个层次数据里面 选中一个对象 拖放到这个里面去 拖放到它上面 然后封开鼠标 这个时候 它就是 Dibye Log的一个预设 然后在这里就出现了 相关的一些属性 就是这里 这是另外一种创建预设的方式 但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创建预设的是 需要把一个物体 直接拖放到 这拖放到某一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它自动就会创建预设 好 它呢找到了这个游戏物体 看一下这个游戏物体 实际上是一个容器 它可以容纳不同的模块 我们所说的这个模块呢 其实就是组件 那么在组件上 我们可以放置它的纹理呀 还有那个网合呀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光照啊 这些东西 都可以放置在上面 还有主件 主件是Unity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这个主件呢 它是物体的行为 还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功能的核心 比如说我可以在上面放置物理的组件 放置音频的组件 放置音频的组件之后 它就可以引出声音 放置物理的组件 它就可以具有物理的行为 比如说受到重力的影响 受到摩擦力的影响 就是这些物体 然后呢 所有的那个游戏物体 都有一个变换的组件 这是必须要有的 因为变换组件主要是表示 这个对象在什么位置上 旋转是多少 缩放是多少 如果说是没有这样的 一个变换组件的这个物体呢 在这个三维世界里面呢 就相当于是没有坐标 没有坐标的话呢 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呢 基本上都是需要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Tensitome的一个组件 那么我们通常说说的脚本 就是刚才我写了一个脚本 刚才我在这个地方 新建了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呢 在Unity里面 它会被作为一个 自定义的组件 其实它也是一个组件 那么我们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只要在这个里面 把它拖拽到这个影响物 就相当于是 拖拽的过程 其实上就相当于是 把这个脚本 放置到一个 这个GameObject的 一个容器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 这个GameObject的 其中一个功能 那么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常用组件的使用 常用组件使用的 基本的一些功能 主要是这五个 最常用的 变换相机 碰撞器 钢体 还有光源 那么后面这三和四呢 是物理里面 物理里面会重点讲解的 到后面我们会详细的 讲 碰撞器和钢体 我们先看一下 还是这个场景 那么变化组件 我刚才已经说了 在这个变化里面呢 有位置 XYZ 然后我们可以 用鼠标左键来拖转 来改变它 放下和主流拖动都可以 按住save的键 按住save的键来拖转的时候 它会变得更快 比如说这个数据变化更快 拖转的话 那就慢 XYZ的是一样 然后旋转也是一样 同样的方式 你直接去在这个数据上进行拖转 这是这个变换极限 所有的对象都有这样的一个极限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相机 首先看一下我们上面放了相机的这个对象 这是一个相机的 三文空间里面必须要至少有一个相机 不然的话呢 什么就看不见 这是一个相机 这个相机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属性 上面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呢 是每一个游戏物理都有 一个是名称 还有一个是它的tunhome的主件 这个tunhome主言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过 然后就终于再说了 它主要是 对相机主要来讲 其实主要是位置 还有旋转角 那这个说法呢 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对相机而言 主要是旋转 还有位置 位置的变化呢 将会影响到 我们看到的这个相机 设计里面这幅渲染出来的 那个 在整个效果的变化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地方 除了刚才的两个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主件里面呢 tunhome还有这个 它名称等等的 一些类的主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Camero的一个主件 放置了Camero的一个主件之后呢 这个游戏物体就被称 就被可以看作是一个相机 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 我们先新建一个空的对象 这就是我新建的一个空对象 它的位置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相机的主件 让它成为一个相机 然后呢 在这个主件里面 找到这个相机的主件 然后添加就行了 点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样呢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一个相机的主件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相机的标准出来了 现在场景里有两个相机 把这个相机 进入一下 这是我新建的一个相机 在这场景里面有两个相机 我把其中一个相机 禁用掉 禁用的方式是这样的 然后点击这个原来这个相机 点中之后呢 在它的属性的右上角 右上角这个对钢 把这个对钢去掉 可以了 每新建一个场景的时候呢 UNIT自动会给我们 生成一个相机 它的相机的名称都是一样的 生成的 就是零 CAMERAL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新建的这个相机 这个相机上面呢 只有一个情建 就是CAMERAL CAMERAL里面 它们有很多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这个 清除的一个标志 清除标志是怎么样的 就是远处的对象 是用什么样的 形式来清除的 这个持有 看一下我们先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 这是一个自然导入的过程 我因为我这个机器上 你们那边也有 你们的机器上 也有点开这个自然的属性之后呢 有一个导入包 导入包这个过程 就是说下面有 这一包 这是UNIT自带的 你可以把它们导进来 导进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我导入了一个天空盒 然后呢 我可以指定这个场景的 这个场景的天空盒 在这个实现箱里面 晒眼设置 晒眼设置里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天空盒的材质 给它一个天空盒的材质 然后我们为了看了 这边 我们把这个相机全软一下 下面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相机的预览 就是最后看到的量子是什么样子 就是相机的预览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清除标志 这个地方出现了 有天空盒 因为我刚才放置了一个天空盒 所以 那么你看到的这个最后的预览 这个后面 最后面的天空盒 当然我可以用实体的颜色 等一下之后 它下面就变成实体的颜色 然后深度 就是汇聚深度 汇聚深度 还有那个 除清除呢 都是用于多个相机的时候 除特效的时候 才是 然后呢 这个背景颜色呢 只是用了这个时候 实体颜色 就是说清除标志 用实体颜色来清除 这个缓存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颜色来清除 那么你改变它的时候 下面这个相机的预览 这个地方就发生相应的改变 还是把它换到通用盒 这样的 然后那个 裁剪的盟板 裁剪的盟板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相机能看到哪些东西 那这个盟板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层里面的 比如说 我这个对象 现在都是缺省的层 然后呢 所有的物体都是缺省的层 所以它在里面的 都能看得见 所有的物体在这里 然后我可以改变它的裁剪 裁剪门板 现在呢 是 显示 显示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把这个 缺省的质量 都逐渐掉 那么 最后呢 这个相机 这个物体是在场景里面存在 但是相机看不见了 就是裁剪门板的作用 然后呢 投影方式 这里有一个透视 这是这两个投影方式 一个是透视 一个是震焦 震焦 震焦的时候呢 就是说 它没有 近大元小的这种概念 同一都是 一样大小 尺寸 除完你相机的移动 就是这样 它这个相机的 这个运览速度里面 是用电话 然后这个视域 这是60 现在是60度 也就是说它是 出了一个夹角 就是这个夹角 看到这个线 时间的夹角 是60度 你可以把它扩大 相当于是 这个操作呢 实际上是相当于是 现在换镜头换了一个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 对 它是不一样 就是应用 根据应用来 一般是默认的情况下 是45 但是在有些游戏里面 对 45或者60 但是在有些游戏里面 就是说 比较速度感的那些游戏里面 可能会到90 很有可能 90或者90多 它这样做呢 是因为这个 广角镇大了之后呢 左右两侧的一个景物呢 就会滑动得很快 所以有速度感 你要想变成 它这个是一般都是 就是规规矩矩的 就是这样的 其实是根据 它这个势口的大小 是根据咱们这个的 势口大小 就是最后渲染的 这块的区域 计算出来的 如果你要去 如果你要去手动的 去设置这个 调这个 就是这个投影矩阵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去用代码 去调整 代码在 调整一个矩阵 那么我们可以去修改 这样的一个相机 相机主件下面 它有一个 这样的属性 就叫做投影矩阵 在投影矩阵 手动的 去修改投影矩阵的话 就会出现 你想要的 这个效果 这里呢 这是一个四乘四的矩阵 投影矩阵的这个概念呢 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这个投影矩阵 它里面有漆口 还有那些相关的比例 就是刚高 就可以查到 然后修改这个 投影矩阵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两个 一个是近裁剪面 和远裁剪面 然后呢 所谓的近裁剪面 就是这边这个面 远裁剪面 是这个面 所有的 所有的对象 就是所有显示出来的对象 都是人能 不能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里面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范围内的对象 才会被显示出来 在这个范围内的对象 都会被裁剪掉 看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选项 我们先调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选项是规范化 叫做规范化 规机化 规机化 适合几正 然后呢 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设置 设置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相机的内容 在屏幕上 在这个游戏视频里面 占的 占的区域 那么区域大小是这样的 然后它有一个00点 XY是00点 就是当天这个相机 从00点看起来 占用的势口 大小比例是 111 也就是百分之百 那么我们可以改变它 就是说 我让它占百分之五十 占百分之五十 然后这个势口里面 好 它就占了 左侧的这百分之五十 那么高度 我也可以设置 高度也占百分之五十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相机 在场景里面 有两个相机 两个相机 两个相机的渲染 然后我们来修改 现在要修改的是 XY 然后现在有两个相机 两个相机同时输出 同时输出在一个屏幕上 那么输出的比例呢 我这里指定了 第一个相机 第一个相机只占左下角 从00点开始到中心 就是0.5到0.5 第二个相机 从0.5零开始 那这样的是 区域是 X是0.5的范围 然后Y是整个高度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调整的时候 它们会有三颜的变化 调整的第二个相机 然后这里调整第一个相机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间接 就是间接 然后这里有一个深度 深度的概念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有一个深度的 只清楚深度 深度呢 比如说我场景里有两个 好几个相机 好几个相机呢 我要叠加在一起渲染 现在呢 是分开渲染的 就是左侧有一个 右侧有一个 如果我要叠加在一起渲染呢 我要指定它们的渲染进去 就在这里指定 0123 给一个整齐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这个渲染路径 渲染路径指的是这个 优化时候的处理 比如说这个景点光照啊 这个前一项啊 还有一个在 一个光照 这个在那个 我们在光照的时候 在讲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这个选项 是渲染到纹理的一个选项 开始在这边 我们要渲染到纹理 渲染到纹理呢 就是把这个相机的 相机看到的东西呢 不会输出到这个屏幕上 而是输出到一张贴图上 那是首先创建一个渲染纹理 然后找到那个 刚才这个程度是什么呢 把这个渲染到纹理 拖拽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都消失了 这个时候就消失了 它就不渲染在屏幕上 然后就渲染到这个图片上 这样就出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在场景里面 先把这张图锁定 刚好我在场景里面 我在场景里面去移动这个相机的时候 这张贴图的内容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这就是渲染到纹理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 把这个渲染到纹理的这张图呢 当成是一个 普通的一张贴图来处理 我们可以把它贴回到一个物体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一个 直接偷放过来 好 现在就出来了 我们把相机去 看这个地方 然后移动这个相机 然后把这个相机锁定 看你锁定之后 我移动它的位置 那么这个模型上 贴的这张贴图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个模型的材质就发生了变化 移动的时候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首先渲染到纹理 然后把它贴回去 对对对 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相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光照 光照还是在这里 Gameob在里面创建一个光源 那么它有好几种光源 一个是区域光 一个是投射光 点光源 然后一个直射光 我们先看其中一个直射光 直射光主要是用来模拟这个太阳光照的 它有一个方向 可以看到这个方向是向下的 朝下 然后我把这个 你们的直向今天删掉 让它满平眼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光照的效果 这是没有光照的时候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可以调整这个光源 它的强度 还有颜色 在这个里面就发生了变化 在这游戏 游戏场景里面发生了变化 红色的 就是光照的颜色 然后还可以调整光照的强度 但是非常强 过程情况下 它是没有阴影的 所以我们要打开它的阴影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光照的阴影 来吧 然后看一下 这个颜色 在上面 动态的影子 或者它的影子发生了变化 这影子是由光源生成的 然后还有一个影子的强度是什么 影子的强度可以调的 那么影子还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软的 软化的阴影 还有一个是阴影的阴影 软的阴影指的是什么呢 边上对毛刺 有没有毛刺 然后它的解析度 应该解析度 因为它的阴影是实时计算的 实际上呢 在这个所有的三维软件里面 它的阴影计算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方式 就是说 从这个光源附近 首先放一个相机在这个光源上 然后还放着光源的朝向 放了光源朝向之后呢 它们会计算每个物体之间的遮挡 最后生成一张贴图 然后再贴回到每个物体上去 所以实际上也不是一张贴图 所以它这里可以设置 贴图的解析度 解析度的设置 比如说质量设置 高解析度 还是低解析度的 所以我这里使用的是 非常高的解析度 那么它的阴影就非常的好 然后脚低的时候 脚低的时候 它的毛刺就比较严重 当然你这个精度越高 对于技艺的性能 就要求就越好 然后这里偏一量 这个偏一量 只是用在多个阴影叠加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一下 看一下它们的效果 在这里 这地方 这地方 其实上本来是 应该是有一部分阴影 但是因为它这个面 这个面 这边这个面 跟这个光源的夹角 跟这个光源的夹角 它很小 所以你在调整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现象 所以有的时候 就需要调整这个偏一量 来解决掉这种效果 把这个效果去掉 通过调整这个偏一量 去掉 就是软化度 它的边缘 它的边缘 它会做一个软化处理 然后这里有软化的 软化的程度是多少 或者可以调整的 不见的消失 就是这个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绘制这个 叫什么光运 选上之后呢 这个光运就是 光源上的有光运 是一圈光运 好 这个 这地方 有一个镜头的处理 这地方呢 这个是一个镜头的光运 镜头光运 是什么的 在这里 有一个镜头的处理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是我们在用镜头 一般的那个拍摄镜头 去看的时候 这里会有一些光斑 在这里 这里 光斑 这样的一个形式 当然这里都是为了出特效 还可以修改成其他的 太阳 然后对于这个光照呢 我们可以分成 以前的时候这个光照的选项很多 在以前的版本里面有什么顶点光照啊 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个 现在呢很简单 设置 自动或者是重要或者不重要 所以对光照来讲 你认为它是重要的 然后你就用这个 选择一个importance importance之后呢 它会使用一个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夺色器 这样呢 它会产生阴影 不重要 还有重要 基本上 实际上是 你使用不重要的时候呢 它使用的是顶点光照 也就是说 只计算每个顶点 它的颜色 如果你使用重要的话 它就会计算 从中间这些插指 然后计算出阴影 这个 这个还 也有一个彩检 彩检的一个 模板 这个跟那个相机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光源 影响的物体是哪些 比如说我可以让它 会影响这些 确实的对象 或者是影响 所有的对象 都可以 然后这个光照图 这个光照图 是在烘焙的时候 才用到 在unit里面 烘焙光照图的时候 才会用到 如果你不做 在unit里面 烘焙光照图的时候 直接就是outro就行了 自动就可以 它们就会做一些佣化 就是这个